現在有報導說 我們的那個效力 出來的報告 一樣是蛋白質次單位 跟那個我們上禮拜告訴你的 Novavax 我們只有人家六分之一 你告訴我你很厲害 你還鬧脾氣 哭哭 生氣氣不講話 這沒必要 賴老師講話之前我補充一下 我今天看到一個很好笑的 事情我想到了 這個有某媒體人 一直講說 我要打國產疫苗 好棒棒 然後我今天查了一下 他67歲 歹勢 國產疫苗65歲以上不能打 67歲 所以我不曉得你現在是 這裡我們還不知道 你去看他的聯亞跟高端 他的測試族群都是 24到64 然後他65歲一樣爭不到人啊 那個 有啦 本來有那個計畫 對本來有 還沒做嘛 結果人不夠 對嘛 人不夠嘛 所以現在出來的國產疫苗 你也沒資格打 可是你整天在說國產疫苗 好棒好棒 但你67歲了 想知道我在講誰嗎 不告訴你 來老師 針對這個 陳思中 你剛剛看到他的嘴臉 我剛剛看到陳思中 我覺得他惱羞成怒啦 而且我覺得修養不好 平常的時候裝得好像很有修養 那是因為被這個造神嘛 造成那麼高的神的時候 然後就好像顯得很有修養 可是我覺得一旦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這個人的人品 到底是怎麼樣 有壓力了 這個修養就出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沒有修養 沒有修養還沒有關係 而且我覺得有欺負小黨的這種現象 因為對於一個小黨 一個年輕的議員 然後他的態度姿態 這麼的蠻橫 這麼的不尊重國會議員 我覺得這個在任何一個政黨 其實綠黨也應該要表示態度 因為綠黨在野的時候 他也非常的不能夠接受 這個執政的官員 對他們的這種態度 當然 何況你現在執政了 但是你還是國會議員 當你是國會議員 高宏安是你們的同事 你看到你們的同事 這樣子被執政的這些官員 這樣子一種巨傲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大家應該都要站在一起 還有一個部分 他說這個311的案子 他負責了 政務官的負責只有一個方式 就是下台一鞠躬 對 這是政務官 幹嘛就是你的烏紗帽 不然就烏紗帽下面的人頭 因為他不是事務官 事務官的話 例如說我可以進你過 我可以調你職 我可以罰你薪 我可以幫你降級 那是事務官 可是政務官的負責任 就有一個方法 就是辭職下台 沒錯 那就代表我負責任 因為造成台灣300多人亡死 一萬多人被感染 這是我決策的錯誤 那所以我要 而且我本身是主管官員 我負完全的責任 那這樣的情形下 才叫做我負責 那問題就在於 他說我負責 但是他官當得好好的 他說我負責 但是他繼續 這個對高宏安的不禮貌 這個就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動作了 更何況我覺得他的講話裡面 說我們根本買不到疫苗 我覺得這句話 顯示出他的無能 他如果買不到 那我們要問的是 那韓國人為什麼買得到 日本人為什麼買得到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國家都買得到 就你買不到 我講的是已發展的國家 台灣是 對 台灣是2萬8千美元以上的 在全世界排名前30名的 富有的國家 我們為什麼買不到 為什麼別人買得到 我們買不到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擺得很明白 再來講 2萬8以上的國家 可能只有台灣是這樣 只有台灣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形下 我們這個就是顯示出 他的無能 更何況 據我的了解 上海復興 由於因為他有入股 BNT 所以他的Quota是有一億劑 那由於大陸跟歐盟 現在正在挫商 跟美國也在挫商 挫商什麼呢 相付這個疫苗通關 就是疫苗護照的問題 那現在歐盟跟美國 還沒有給中國大陸這樣的一個疫苗通關 所以中國大陸也就沒有給 歐盟跟美國這樣的疫苗通關 因此在中國大陸本身 這個BNT是不能施打的 就是灰色不能施打 但香港可以 那因此上海復興的這個Quota 根本沒有用完 如果真的你要買 還是可以買得到 重點就在於 上海復興不是說又訂了幾億劑 是的 今年嘛 今年3億還5億 它優先權制有1億 是的 那是不是有加購權 對 它有優先 所以它擴大還在 那重點就在於我們不下訂單 所以不是你買不到 而是不下訂單 第二個我們一直在強調就是 疫苗政策的嚴重的錯誤 你說台灣要發展這個疫苗 你要發展疫苗 你要去思考幾個問題 台灣的人口結構 台灣的人口結構明明白白的 比韓國人少很多 比日本人少 那我想請問 為什麼韓國在這一次 日本在這一次 他們本身不把這個 自產疫苗 國產疫苗 列為優先的發展權 是啊 為什麼他們要先發展代工 因為先找那些 國際上最有競爭力 而且成功力最大的 我先跟你接觸 我來代工 先滿足我國內的需要 那我後面的發展 我要試疫情的狀況 試國際市場的狀況 試我的國際的競爭力的狀況 我再來要不要投資 這個才是理性的投資 才是理性的決策 換言之也就是說 我不能夠投下去拒之幾百億 但是我做出一個產品 沒有競爭力 只能夠在台灣內部 而且你成不成功都不知道 對 而且只能夠在台灣內部 強迫台灣的民眾去消費它 而消費完了以後 本身的防疫力 還不曉得有沒有 還不曉得強不強大 所以我覺得 因為沒有做到第三期 所以完全不知道它強不強大 不知道它到底是六成七成 還是八成還是九成 因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的情形下的話 你這樣子一個施打下去 你也永遠沒有辦法知道 永遠沒有辦法知道 這樣的一個情形 你根本沒有辦法說服國際上 你也沒有辦法說服WHO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的這樣的一個藥劑 疫苗你賣不出去 你賣不出去 你只能強迫國人使用 這個就是很遏止的一個行為了 那如果說剛剛您說 蘋果的日報調查有七成八 七成八 如果台灣的民眾七成八都打了疫苗 我們就完成了免疫的 這樣的一個效果 趕快打國產 我絕對不會打 我什麼都不打 因為台灣已經免疫了 對啊 那我們也別打了 我們也不用打了 因為如果七成八 你是假設國產有效 對嘛 那就是 因為他說有效 所以你是假設國產無效 我是假設有效才會免疫 他們信任嘛 然後他們要打嘛 信任不會等於有效 對 我知道 是啊 是啊 信任要打七成八 那已經達到免疫的 老師 這個點很好喔 這個我打 那必須是有效的疫苗才是 你怎麼對國產沒有信心呢 對 奇怪 蔡總統都手臂要留給 對不對 手臂要留給國產應員 你怎麼可以沒信心呢 沒有啦 沒有 很祝福他 高端的那個總經理 高端的那個發言人 講到口墨橫飛 啪啦 這樣子 我都等下口水噴出來 然後理智氣壯 義正言辭 哇糕 哇糕 嘟哇糕 你怎麼可以那麼沒信心呢 因為我更了解輝瑞 說得好 來 老師繼續